然後,再一個大圈圈 這個大圈圈大概是小圈圈的四倍大 然後呢,動物一定有一個脊椎 對不對?有一個脊椎骨 那,它的脊椎骨呢 一定不是直的,一定是彎的 一定有一個弧度過來 一定有一個弧度過來的 好,那麼,你如果看那個動物的構造 一定是左右對稱的 左右對稱的 好,那既然是左右對稱的話呢 你這個脊椎骨是它的中間線 跟那個頭蓋骨的上方的那個中間線是一體的 所以你畫的時候呢 第一筆你要畫這樣子一個半 第二筆呢,就畫這樣半 眼睛在哪裡呢? 眼睛在這裡 嘴巴在哪裡呢? 嘴巴在這個中間線過來 出來一點 這個尖端跟這個中間線要對齊 要對齊啊 然後下面有一個下唇 看得到一點 這個是脆配 這個是脆配啊 頭是這個樣子 翅膀呢 因為剛剛還沒有長大的雞 它的翅膀 不像大雞一樣它會翹起來 它是比較垂下來的 好 所以呢 它這個雞啊 這個翅膀 有一個在這裡 另外一個呢 就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呢 它的那個 飛魚 我們就用墨 稍稍點一下 它的腿呢 它的腿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腳呢 在這裡 在這裡 那邊的腳 你看到一點 可能就在這裡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屁股 你就 畫 一點 出來 就屁股 這個就是小雞 那 那你如果說 那我畫側面的小雞 要怎麼畫 好 一樣 一個小圈圈 然後呢 中間 一個大圈圈 大圈圈是小圈圈的 四倍 然後呢 它的 它的 它的那個 那個 中線 在這裡 然後呢 你畫這個頭殼的時候呢 這裡是一筆 這裡是一筆 眼睛 在這裡 那這個中間線在這裡囉 那 嘴巴 在這裡 下巴 在這裡 然後呢 因為側面嘛 你看得到它的腿 看到它的腿 腿在這裡 好 那 屁股呢 稍稍 過來 然後 翅膀呢 這裡一片 啊 這裡一個大片 然後呢 然後呢 它的那個飛魚 你就在這裡 那邊 頂一下 這個就是 那個 雞的 側面 你要更側一點 可以啊 更側一點 這個 我們的道理都一樣 更側一點 一個頭 好 然後呢 好 現在是 是 整個側啦 所以是 好 眼睛 在這裡 那 翅膀 這個是 背部的那個 那個 背 這個背 背大概有這個 三角形這樣的地方 然後 翅膀在這裡 那邊 一點 這個是 屁股 然後 腿就 這樣過來 好 這個 腳太大了 畫小一點 好 到這裡 好 這個是 飛魚在這裡 這個 這個 飛魚在這裡 這個就是 一個 側面 這個腳就 深 抬高起來 就這樣子 這個是 它的分析啦 這個分析 所以 那個地方 是腳掌嗎 這個是腳掌 對 其實它 是這樣子 這個是骨盤在這裡 這個是脊椎骨 骨盤在這裡 它的骨頭是 從這裡 長過來 這個是 這個是大腿骨 這個是小腿骨 這個 齒骨就是 掌骨 掌骨在這裡 這個掌骨變形啦 掌骨變形 變長啦 知道嗎 然後 指頭變成在前面 這個是 我們人喔 人這個 肉包著的 這裡面還是有五根 叫掌骨啊 五根 那它是 它是已經退化 變成好像只有兩根 這樣子 這個掌骨 這個指骨 指頭的指 指骨 這樣子 所以 你要知道它的構造 就是從 從 呃 骨盤 過來 大腿骨 小腿骨 過來 所以呢 你畫雞的時候啊 它的腿啊 一定是 你那裡沒有畫了 一定是先畫後面 再畫前面 一二三 後面一次 那個斗骨 那個斗骨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 一二三四五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那個什麼 剪剪刀 所以你 你如果說 畫雞的時候 小雞也好 大雞也好 你 你不是往後 而是往前 那你這樣畫 那不對啦 不對啊 甚至於 你如果把它畫成 先往前 再往 右 這個更不對 這個更不對 所以這個角度 要搞清楚啊 這個 那現在我們來示範一下